當你到機場後 會有那些人跟你測試 測試完之後 他就會給你一份這些紙 叫你去下載 當你要安身出行的時候 你就會裏面填一些表格 首先他會問你的問題 然後你就剃它 關於你的疫苗證書 之後就出示 看不見到你的疫苗 在哪個國家打 打完之後 看不見到第一針 你要填 第二針 通常你剃了這一格 你就要剃這個 因為你是給你本身打的疫苗 你剃完了之後 就到下一行 再按了 這一格可以不用填了 這裏就要填你的名字 這裡就要填你的名字 就要聯絡電話 因为你回到香港之后,因为它之前还没有那个香港电话号码,通常你可以不需要下载那个APP,因为那个安身出行你可以,譬如你离开了机场之后,你买了一个新的电话卡, 你就可以打进去,登记了,你登记了之后,其实本身那个电话登记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上面那份表,其实你是下载了一个安身出行,里面填的是一模一样的,只不过我拿了份表出来,就让大家看得清晰一点, 如果你是要安装的话,首先你安装了个安身出行,其实那个安身出行的APP是第三个来的,那我按了它,那我已经是下载了,因为我刚刚就是回到香港了,那就开了这个APP装了,装完之后,那份表就和你这个装上去的安身出行就是一模一样的, 当你填好所有人资料之后呢,那它就会出了,是一个,是一个scanner来的,那scanner呢,那你自己可以慢慢看啦,那譬如,你的scanner呢,就是说,当你出到去,那些食肆啊,或者政府部门呢,它有部机的,那它的部机上面呢,又有一个barcode,那你就去scan它啦, 那你scan完了之后呢,那你那部手机呢,就会出了一个barcode出来的,因为现在我们刚刚就到达了香港啦,所以头那三至四天呢,就是多数都是一个普通的黄码来的,那如果,如果你刚刚在机场那里,去测试完呢,通常你要等大概是五个小时至六个小时,它就会出个码的,那如果你真的确诊了的话, 的话呢,那个码呢,就会变成是红色的,那如果它变了红色的话呢,那政府部门呢,就会直接过来,会找你啦,就通常就会要你在家里,留在那里,就不能出去啦,那如果你是没有确诊的话呢,通常呢,它就会 啊,那你会送的点信呢,去你的email那里的,那你去到email那里的,那你去到email之后,你打开呢,就看他通知你,究竟是 陰性啊,还是阳性的,那如果是测试完,如果你是陰性的话呢,那你那个码呢,就会变成是黄色的码 那你变成了黄色的码之后呢,那你通常呢,就会要等,那他就是会 他在上面呢,就会显示告诉你,那就会是,大概是隔两天啦,四天,和六天之后呢 总之他计的时间就是两天,四天,六天,隔开的,因为你第一天到机的时候呢,他就是 不计的,那一天,之后你是第二天开始,计为之是第一天,那然后呢,再过一天呢,就是第二天 那你就要去到测试,那通常测试的地方呢,那他就会在那个 安身出行里面,他有一个地方呢,就是你可以登记 什么时候去测试,或者你可以直接问人,譬如你住在哪一区的话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问他那一区,是有没有那些做PCR那些测试啦,那通常呢,都会有的啦 那如果你做完之后呢,再加上呢,你是第二天开始啦,打后过七天呢,你都要做一个快速测试的 还有呢,小小提示要提提给大家呢,就是,当你回到香港的时候呢,你最好呢 就在未到香港之前呢,你们自己的地方呢,就买那些快速测试剂啦,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如果呢,回到香港的话呢,那通常他们不会给你的,那你要自己买啦 如果你譬如你香港不是那么熟悉那个地方的话呢,你就最好呢就 就带定回去啦,那就以防万一啦,那他就计你啦,总之就就 你每一天去测试,那测试完之后呢,你就要上载的 那现在呢,我现在呢,我才教到你们呢,第二个part 就是,怎样装了个安心出行先 那然后呢,就,我会再拍一段呢,就是第三个part 就是,怎样去做那个,每一天去做那个快速测试上载啦